他30岁的姐弟恋最后是报警收场 台北县一位50岁的妇人 她在国中的补校 认识了小他30岁的蔡姓男同学 两个人发展变成了姐弟恋情 不过南方毕业之后 开始向他恐吓要钱 否则的话要公开两个人的婚外情 这位妇人前后给了10万块 又5000元不堪其找 又害怕着不伦的恋情被丈夫知道 只能够报警求救 宁静的校园发生相差30岁的姐弟恋情 变成恐吓事件 一名50岁的吴姓妇人 三年前到台北县一所国中念补校 认识班上年纪最小20岁的蔡姓男同学 两人常常讨论功课 妇人还会拿点心给对方吃 就像照顾儿子一样 没想到同学情意变成姐弟激烈 还发生了关系 双方出游吃饭都是女方买单 但是毕业后 南方当兵却开始要钱 妇人前前后后给了10万5000块 没想到日前南方休假又开始要钱 要求先拿个10万 否则要公开两人关系 妇人担心婚外情曝光 只有报警处理 平常可能我今年出座的时间 本来就没有朋友 那很低调是不是 应该是吧 邻居表示 吴姓妇人平常很低调 就连老邻居也很少打照面 丈夫是中小企业老板 平常房忙工作 一双儿女也已经成年 只是去补校镜秀 却爆出相差30岁的布伦列 还被恐吓勒索 与其整天害怕 妇人只有报警来斩断情缘 新闻白建华科应青台北报道